第四章 阿伯拉罕作恩信清義的表揚 如此說來,我們的祖宗阿伯拉罕憑著肉體得了什麼呢? 恆若阿伯拉罕是因行為清義,就有可跨的。 只是在上帝面前並無可跨。 經常說什麼呢? 說,阿伯拉罕信上帝,這就算為他的義。 作供的得供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的。 唯有不作供的,只信清罪人為義的上帝。 他的信就算為義。 正如大衛稱哪在行為以外,蒙上帝算為義的人是有福的。 他說,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如此看來,這福是單加給哪受割禮的人嗎? 因我們所說,阿伯拉罕的信就算為他的義。 是怎麽算的呢? 是在他受割禮的時候呢? 是在他未受割禮的時候呢? 不是在受割禮的時候,乃是在未受割禮的時候。 並且他受了割禮的記號。 作他未受割禮的時候,恩信清義的印證。 叫他作一切未受割禮而信之人的父。 使他們也算為義。 又作受割禮之人的父。 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禮。 並且按我們的祖宗,阿伯拉罕未受割禮而信之宗跡去行的人。 因爲上帝應許阿伯拉罕和他後裔,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義。 若是屬服律法的人,才得為後製。 信就歸於虛空,應許也就廢棄了。 因爲律法是惹動憤怒的。 哪裏沒有律法,哪裏就沒有過犯。 所以,人得為後製,是本乎信。 因此就屬服恩。 叫應許定然歸給一切後裔。 不但歸給那屬服律法的。 也歸給那效法阿伯拉罕之信的。 阿伯拉罕為眾信者之祖。 阿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 使無變為有的上帝。 他在主面前作我們世人的父, 如經上所記。 我已經立你作多國的父。 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 因信仍有指望, 就得以作多國的父。 正如先前所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 他將近百歲的時候, 雖然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 撒拉的生育已經斷絕。 他的信心還是不軟弱。 並且仰望上帝的應許。 總沒有因不信, 心裡喜而惑。 反倒因信, 心裡得堅固。 將榮耀歸給上帝。 且滿心相信, 上帝所應許的必能作成。 所以這就算為他的義。 算為他義的這句話, 不是單為他捨的。 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為義之人捨的。 就是我們這信上帝, 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人。 耶穌被交給人, 是為我們的過範。 復活是為叫我們清義。 名字毳兒復活用通告。 明記 истор詢問拿鹽。 СТ damp明正時, 幫蘋果龍時寅、 感谢观看